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行 现在整个世界有两个地方战争值得密切关注 一个就是俄乌战争,一个就是以哈冲突 哈马斯在10月7日袭击了以色列 本以为觉得还会像以前一样 以色列也就反击一下 然后双方罢兵言和 但怎么也没有想到啊 这一次把以色列彻底给惹恼了 以色列发誓要铲除哈马斯 10月29日 以色列召开战争内阁记者招待会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内塔尼亚胡针对记者的表达了三点 1.战后以色列政府的每一个人都将接受调查 调查委员会将彻查这次失利的原因和责任 2.司法改革已经停止 不再出现在政府议程上 3.以色列不会为了人质获释而放弃消灭哈马斯的目标 这场战争的首要目标是消灭哈马斯 其次是让人质生还 第三点彻底的打消哈马斯的幻想 也就是意味着哈马斯必定会为主动袭击以色列付出惨痛的代价 目前以色列对于加沙地区的大规模的地面进攻已经开始 以色列这次袭击的规模非常大 已经切断了加沙的互联网接点 目前加沙已与外界断绝联系 在进行地面进攻的同时 以色列还发动了空袭 对哈马斯的地道进行了攻击 哈马斯自以为那些地道是隐藏在地底下 看不出来 但是借助美国的摇杆技术 能够清晰的看出地下有多少地道 有视频显示为了打击取得效果 以色列采用了一种新的炸弹 这种钻地炸弹能够让八枚炸弹同时引爆 我无从得知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但由此能够看出 以色列强大的创新能力 有网友指出 这种方式是最好的破坏哈马斯地道的方式 外界猜测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地道网的总长度 约为500公里 路线错综复杂 很难被乙军空袭完全摧毁 因此 以色列开始用新炸弹 试图通过新炸弹的破坏作用 完全摧毁哈马斯的地道网 到这个时候 哈马斯可能被吓住了 但已经晚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俄乌战争方面 俄罗斯在阿弗迪布卡 开始了疯狂的打卡进攻模式 但俄罗斯存在的明显的弱点 有网友评论说 俄罗斯军队既没有制空权 炮兵也不占优势 俄军靠装甲突击所耗太大 几乎没有收益 注定难以为继 感觉指挥层潜驢技穷 开始破冠破摔 根据乌坎方面统计 短短不到半月 到26日为止 俄军在马林卡的阿弗迪布卡附近 损失了5000名士兵 400多辆坦克装扎车 以及无数车辆和火炮设备单元 战斗烈度明显减弱 但据说俄罗斯方面仍有增兵的迹象 乌克兰丝毫没有在此退缩的意思了 其实俄罗斯还是高看自己了 还是高看了哈马斯 对以色列袭击所起的作用 俄罗斯以为哈马斯袭击之后 世界减少关注乌克兰 那么自己突然发动袭击 就能够打乌克兰一个措手不及 但显然乌克兰军队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军队了 现在的乌克兰军队在跟俄罗斯的斗争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早就严阵以待 因此俄罗斯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 看来打到最后俄罗斯唯一的依靠 也就是自己的核武器了 但如果看了下面这个消息的话 俄罗斯恐怕会如雷轰顶 有媒体报道说 当俄罗斯以为有核武器时 美国早已完成了核武器的升级换代 换成了一个威力更大 精度更高的核武器 近日美利推出了新重力核弹 B6113 该核弹当量约36万吨天梯 是广岛原子弹当量20多倍 它将是美武器库中最强大核弹之一 这种核弹真正厉害的是精度和威力结合 它采用了B612核弹的制导套件 苏俄核弹威力一贯射击大 但精度低 这种较大威力与精度结合 能够产生对目标巨大的破坏力 可有隐形轰炸机起来 一比较就能够知道 俄罗斯相对美国差的可不是疫情半点 有网友说 现在的国际形势感觉很乱 如今的天下很像西州末期 代表秩序的西州正在结束 失去与混乱的东周正在到来 未来应该还会继续混乱 群雄并起天下逐鹿也不是不可能 直到新的王者大秦王朝出现 直到天下重归秩序与统一 要我说现在就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 文明与野蛮的较量 在这种较量中 如果光明战胜黑暗 文明战胜野蛮 那么世界的秩序就一定能够重新的归正 乱不起来 但如果正义的力量 不能在第一时间内迅速出手 猛烈的压制那些邪恶的声音 或者是力量 真有可能会让这些邪恶的力量 重新主导这个世界 幸好现在最坚定捍卫国际秩序的美国 其科技力量在世界上是出类拔萃的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跟其比肩 目前欧盟和美国都要求以色列 增加对加沙的援助 乙方已经重开向加沙供水的 三条输水管道中的第二条 现在每天约2850万升水流入加沙 超过日常供水一半 乙方还表示通过埃及的人道主援助 都将可以进入加沙 并再次呼吁加沙民众 尽快的撤离到加沙南部地区 同时乙军战机28日 又在加沙市的上空 投放了船单 告诫当地居民 该地区现已成为战场 乙军重申 加沙北部和加沙市的避难所并不安全 敦促居民立即撤离至加沙南部 对于加沙目前的处境 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 大多集中在打嘴炮上 真正提供援助的基本没有 更不要说收留难民了 这也是以色列要干翻的是 哈马斯恐怖分子 又不是整个巴勒斯坦人 其他国家不想真的援助哈马斯或加沙 在他们心中并不支持哈马斯 而且其中的一些国家 还被哈马斯坑过 只有个别国家真心支持哈马斯 比如伊朗 卡塔尔则是在背后悄悄的支持哈马斯 据说 目前在加沙北部 还有至少三四十万居民没有撤出 乙方认为 那些不肯撤出的平民 是和哈马斯一会儿的 就像媒体所说的 前一秒是战士 后一秒变平民的哈马斯 有很多乙军总参谋长 哈莱维亚中将已宣布 我们的地面部队目前正在加沙地带 开展地面行动 旨在实现所有战争目标 消灭哈马斯 致力于将所有人质送回家园 战争的目标需要地面进入 没有风险就没有成就 没有付出就没有胜利 为了揭露敌人并消灭他们 除了以强大的力量进入其顶地之外 别无他法 2022年 当俄罗斯对乌坎发动战争 破坏国际秩序不久 美国就鲜明地表态 支持乌克兰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600多天 乌坎依然屹立在俄罗斯的面前 并没有被俄罗斯所消灭 不仅如此 经过战争洗礼的乌坎越战越强 越战越勇 在哈佛地乌卡成功的阻挡住了俄罗斯的反击之后 乌均在地内薄河开始了迅猛的攻击 根据乌坎总参部报告称 赫尔松地内薄河前线 乌均正在地内薄河左岸 持续的增加兵力 各种的重型装备 也都运到了各个桥头堡阵地 乌均在该战区集结了三个海军旅 三个轻装甲旅 和一个重装甲旅 预计 乌克兰将在此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直到克里米亚半岛的北部边界 一旦乌均出现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北部 那就会让俄罗斯惊慌失措 一定会想办法派出主力援救克里米亚 只要乌坎成功调动俄罗斯军队 那么就会给乌坎以机会 希望乌坎军队 能够在俄罗斯运动的过程当中 打一个漂亮的伏击 重挫俄罗斯军队 虽然目前美国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以色列 但是乌坎然绝对不会因此而放弃反击 经过战争洗礼的乌坎然军队 一定会不断的前进 直到把俄罗斯侵略者 全部的赶出自己的国土 大雄坚信 有美国坚定的支持 乌坎然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因为乌坎然捍卫的是国际的秩序 顺应的是时代的潮流 这样的斗争必胜 让我们为乌坎人民祝福 为乌坎人民祈祷 愿他们能够赢得这场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 并涌响太平和安宁